金刚 波蕊 波罗 蜜金 各位知识大德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经本第41页 在上一次我们是一起研读到 这个菩萨不受福德 不受福德并不是说菩萨不做福德之事 不做福德之事那就是等于断灭 就是什么事都是假的 是空的 这个是所谓错解福德 那菩萨呢 它是做福德 也就是这个41页的倒数第二行 菩萨所做福德不应贪着 也就是这个菩萨有没有在修行呢 有 他有在积功累得 只是呢 对于所有福德之事 他不着相 他不着福德是空 也不着福德是有 而是在这所有里面就是缘起性空 缘起法 所以相应于所有的现象 相应于所有的众生 所以当下去完成 这个菩萨内心他并没有五蕴 所以他的心是极然无境界 这个是讲不受福德 那菩萨修福的时候不受 因为这里面讲到受福德 我们一般就是五蕴 凡夫众生就是有色受想行事 这个五蕴的波澜 那如果说这个菩萨 他并没有五蕴的波动 看到色法也就是因缘结构 是人与世 物与物 或是所谓所有的一切当中 世间的万象 这些呢 他的内心 看到这个色法 了解 色极是空 色极是空的状态之下 他的内心不会起五蕴 去纳守他 产生了一个波澜 所以这种状态之下 他就不会走受想行事 他就不会走凡夫的这种路径 所以呢 所有一切相应因缘 缘起当下性空 就是缘满他 所以完成了无漏功德 这个就是讲菩萨他不受 那我们修行里面 重点就是在 修行的时候 我们在万象 所有世间 缘起所有的一切里面 产生了一个受 这个受 这个受里面呢 就会你有意见 那你有这个对立 分别 计较 这些出来之后 你的言辞就错了 你的态度行为就开始偏差 所以呢 我们因为这样子 所以佛陀才会开出这么多 这么多的法门 这么多的道理告诉我们 这里面有心念 这个里面有意识 这个里面有我们造作 而会产生副作用的 所谓夜报 所以这么多的活法 都是因为我们众生 本来清净的心呢 没有安住 所以我们在看 所有一切的时候 直接起了一个 与我有关系的受 而这个受 一路延展下去 就是色受想行事 所以菩萨 回归他的修行里面 照见五蕴皆空 也就是他知道 这些东西呢 是一个幻化的 这所有是一个因缘 这样 缘起缘灭 这样深住一面 所以在这个里面 他不受的状态 色法当即是空 当体呢 他能了解 这色法 那我也是色法之一 众生有心色二法 那这个色法的时候 我了解这是因缘法 所以我当下去完成 那这个地方 在讲到不受福德 并不是说他不做 菩萨是接受佛的指导 佛教化菩萨 菩萨发心了 发心的时候 发愿要度脱众生 在度脱众生里面 当然有所谓 顺 顺这个众生根气 而去做该做的事 那如果说我们 逆这个众生的根气 去做 为傲的事 当然不可能达到效果 那如果能够达到效果的时候 他不择任何的 所谓相 他不会说 要着特殊的一种相中 比如说我们来看 佛陀曾经教育过摄立佛 摄立佛呢 有一次 有其他的僧众 这个故事以前我们听过 其他的僧众来跟世尊讲 他说世尊啊 这个长老啊 像摄立佛啊 木剑莲啊 这些长老 出去脱伯的时候 这些一般的信众 都用上等的 上等的食物 上等的所有 做事实供养 那我们这些出落法的 或是年纪比较轻 戒辣比较低的 这些撒民啊 或是说必丘啊 都脱不到好的食物 可是这些长老们呢 他们也不会了解我们的苦 所以我们吃了这些 比较粗糙的 没有营养的食物 大家身体都不是很好 那这些长老 也没有处理这些 那这个时候呢 世尊就把摄立佛叫来 他就跟摄立佛说 你吃了不净之食 你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摄立佛说 世尊啊 自从我跟随着您出家之后 我是谨遵的你的教诲 我是去脱伯 这个起食 这样长养 发生会命的 那这个所有我都遵照 佛你所教的这些戒律 在行持 行住坐卧间 我没有吃什么不净食物 那他为了要表达 他没有吃不净的食物 虽然才过五灾 他就伸手把自己一挖 把所有食物吐出来 我没有吃什么不净 如果这是不净 我不受 我有这个勇气说 我不吃没关系 那当然世尊说 我说的意思是 你没有照顾到年轻的比丘 你虽然说照着佛的 这个所教导的 这样去羞耻 但是对于僧团里面 年轻的比丘 没有教育的比丘 你也要做应当的处理 后来呢 僧团对于 这所有生病的 或是年轻的 或是说物质比较好的 这些都有做一个新的调整 比如说食物要分给 这个有营养需要生病的 要分给这些需要的大众 那这里面呢 到底世尊听了 这个比丘 另外一个比丘的禅言 禅言就是说 还是正面的来处理这件事 难道世尊是瘦了吗 其实是不瘦 就是因缘法里面 它会有很多现象是顺的 有很多现象是密的 我们今天学佛的时候 要了解 我们今天学佛 并不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是完人 完人知道吗 完美的 完成的 我们不是佛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错 谬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错 我们的言行举止 我们的很多东西都错 那今天呢 以菩萨不受福德 他自己本身 在行住坐卧当中 帮助众生的时候 他内心并不是因为 我要有什么功德相 他的内心是慈悲的 在相应于众生的根气 跟所有的当下的时候 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我们说 菩萨来教化我们 或佛来教化我们的时候 有没有硬磅骨 有没有 有 那么一般都会误解 这事悟告 事别都不跟我买 三个都好 那你也 英文不知道你不对 你英文熟悉也是这样 大家都这样 各自为证 天下一般魔 也不是佛子 也不可能有佛 世尊在教导阿难 仍言会上 仍言会上 是跟阿难 每个草头 阿难你怎么样 怎么攀缘附会 你怎么怎么 阿难你这个心怎么样 是不是有教导 那这个里面 是不是世尊受 不是 他是如如不动 相应众生的根器 相应 因缘道理 要给他逆转 是不是这样 真实的这样的 菩萨不受福的 并不是拿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支箭 拿自己的什么东西 来批判众生 而不是 这里面 就是我们所看不懂 那在古德里面 一样 我们有举过 好多的例 有一个 老禅师 他坐下呢 就有弟子 他这个弟子呢 做一点错事 在老禅师 就骂他 他这个弟子 就修 他心里想说 师父骂我 我一定是有错的 如果师父是误会我的 我就是应该修忍辱 师父就是在考核我的 有一天 打破碗了 师父就叫他 背 他脑筋 师父又叫他 你就要背 你打破常铸的碗筷 你要赔多少两 又多少两 他说师父 我能不能做 什么事来抵 师父说 不行 用钱来补 他就出去 他就去脱波 做什么事 然后晚上要回来 师父又不给他进来 他说师父 我能不能在寺院的 那个走廊那边 给我住 就是晚上在那里 禅修 在那里坐 这样可不可以 师父说 不行 你今天没把这个钱行出来 就叫他签单 你出去 可是他心中 没有起撑 他没有跟这个师父对立 他知道师父 就是在教我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 等到他在外面 都没有说过 这师父什么 这个师父知道 他 他的这个衣钵 要传给谁了 等到他老了 人家都问他说 师父啊师父 你的种地址里面啊 有没有修行不错 你打算把一波传给他 他就说 某某某 不错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后来 后来这师父就把那个 叫回来 那个弟子叫回来 果真把一波传给他 这个师父 受不得吗 教导的时候 众生是腻的 还是顺的 都是办法 会修的人 顺境 不可以 指高气啊 顺境要懂得收敛自己 不要让你的习气 那个习气的尾巴 那所有的东西 这样随便的乱窜 腻的 有师长在教 你就要了解 要能纳受 出家人的布施 无非法布施 无非就是告诉你法 法呢 在世尊的所有经典里面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做错什么事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是业报 他不是为了责罚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清楚 但事隔两三千年 我们不是世尊 坐下的弟子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去看到 世尊怎么跟弟子相处 里面包括了 好多的 提伯达多 六二比丘 包括了 好多的 这个 这个是非 其中还包括 五百个比丘 离开僧团 去提伯达多那里 因为提伯达多说 他要做新佛啊 佛老了 请阿舍士王 做新王啊 这个过程里面 僧团也是曾经被 分裂的 因为都是反复 到最后呢 摄立佛 穆建连 两个 去到提伯达多那里 跟这五百位比丘 在讲真实的道理 他们才知道 原来 他们很多事情是看不懂的 所以就跟着穆建连 跟摄立佛 回到僧团来 这个过程里面 摄立佛跟穆建连 受不受福德 当下没有福德 这两个字 当下没有福德 这两个字 是不是就是 该把真理说出来 该给他们 劝诫回来 甚至于骂他们 你们真是 没长眼睛 没心肝 看不懂 没智慧 是不是这样 每一个因缘法的过程里面 他不外乎 就是当下去处理 而不具 不具那个恐怖心 不具那个武欲 我们再来看 世尊在处理 这个罗侯罗 这个罗侯罗呢 刚刚进入僧团 是个小沙咪 也是很使坏的 有很多很多 自己不正确的行为 让这个僧团 有一些小小的波动 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世尊 这个夜间呢 去罗侯罗 住的疗法 他叫罗侯罗呢 端一盆水 给他洗脚 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 因为 一些比丘啊 一些居士 来跟世尊讲 罗侯罗这个孩子 很调频 世尊 你明明在 他就说不在 你出去了 然后我们追着 从奇缘金色 跑到哪里 结果世尊 你不在那里 我们再跑回来 他就笑着说 他是骗我们 他让这些人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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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动众 这是取笑 如果以夜报来讲 是不是夜很重啊 你玩弄 玩弄你的 你的这种小小的身份 再细弄 这些 这些比丘 是不是夜报很重 世尊知道 这件事情之后 他是不是知道了 可是他不是用 午蕴知道 他叫罗侯罗 这个水给他洗完之后 这个水啊 这个水 后来世尊就问罗侯罗 这个水可以喝吗 不能喝 这个容器啊 洗脚那个盆 他一踢 踢得好远 他就跟罗侯罗讲 他说 你如果不修行的话 你就像一个容器污染 他还能来装饭 装清净的 清洁的东西来吃吗 就劝戒罗侯罗 一些错的事 于是罗侯罗 才痛改前辈 这个地方 顺的是一种办法 逆的 是不是也是一种办法 只是在顺的时候呢 我们顺应众生 用鼓励法 用办法 佛法给他听 当他是错误的时候 世尊是不是用正确的方式 让他能够了解 而改过来 这当下根本 没有像状可言 他可能是顺的 也可能是逆的 在过去的大德 很多的记录里面 他去参访 他去参访 藏盒子 去参这个老禅师 他就问老禅师一些问题 老禅师 破口大骂 要不要拿棍子就打 那这个里面 我们一看到什么 老禅师的称慧 可能都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生团里面呢 有是非的时候 大家都不用管 各自为政 这样也不用散布 就是说 卧三的在家人 对不对 知道意思吗 错就是要一直去改 但是在这个修正的过程里面 没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在这个过程 不是阿谕奉承 也不是为了 要展现全世 也不是为了脾气 什么都不是 而是当下 是要让众生体悟到他的错 这就是我们曾经讲过 你教育孩子是什么心吗 那也不可以因为自己 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来解释这些 所谓的不受福德 是说在色寿小形式上面 也没有这个受 我们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而行六度的时候 他是不厌不倦的 不厌不倦 再讲一个故事给同学听 有一天有个弟子 他就跟师父讲说 师父啊我在这里 你这里好多年 你从来没有教我东西 我要走 这师父说 你真的要走吗 我说对 好 你来你来 我们算饭钱 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来算饭钱 你在这里几年 一餐算多少钱 所以你要还我多少钱 你在这我白吃白吃 弟子说 师父你怎么跟我算钱啊 师父你怎么执着呢 你怎么执着钱 跟我算钱 对啊 我就执着啊 我就跟你算钱 来 你把它算好 你借钱了 你跟他走 这说弟子没钱 他就只要留下来 你有没有看这件事的时候 会怎么赌 这个师父 这受盈与败 很浅金钱 你怎么 他爱钱呢 跟弟子算钱 他留下来 后来开悟了 这个师父 不着相就这个 他不会管 他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来批判他 他知道这个弟子 一定要把他留下来 他的法言在这里 很多人都会这样 我都没有受到教导 好 你把他教导 一声就走 他 你怎么这样给我没面子 这样你又叫人教导 到底我们是看受教 还是不受教 那我们现代呢 我们现代的人呢 要找到真佛子 不要讲真菩萨 我们要找到一个真佛子 都很难 找到一个真佛子 愿意接受教导 都很难 你三两句话 甘买一下 就去 你怎么开悟 菩萨行利益众生的时候 是菩提心 自然所作 他不是贪求福德 也不是贪求名利 我们一般来讲 会不会贪求名利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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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形象 会不会 会 我们一般人就是会 是要维护那个形象 话 一定要说得漂亮 当然 这世间法是要这样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要懂 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在经文里面 都看到光明 但你实质在生活里面 不管是染 看起来是染法 是禁法 是购法 是顺 是逆 修行人 在使用这些办法的时候 只要相应众生 能够帮助他 可能一天 两天 三天 五天 十个月 十年 他才能够转过去 但这里面 绝对不带着 个人的贪求名利息 很多老师傅都说 哦 不敢 收地住 对吗 很多师傅都不敢 收地住 那收一个魔王 比你还差 搭不上 你还没带着风格 这种情形太多了 搭不上就要回去了 你带妓人的 要回家 回家 回家 回去住 厚厅 要出妓人 就是会输家 对不对 这个 就是会有很多 现象 那我们修行里面 到底 你要怎么来看 我们要知道 修行它不贪着 它也不贪着好 也不贪着坏 也不会执着好 也不会执着坏 这个当下当下 非言语所能了解 这个才是真实的 能够代引我们 能够教导我们 这样的一个菩萨 接下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一段经文是四十页最后一行 须菩提若有人言 一直读到四十二页的第三行 叫做顾名如来 好一起来 须菩提若有人言 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 世人不觉我所说意 何以故 如来者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好 这一段是佛陀告诉须菩提 他说我们一般人来看这个佛陀 须菩提的开始也是一样 看佛陀呢 就是持坡 然后就是进城去脱坡 对不对 那最后回来之后呢 大家一起犯食器 收衣波 洗足 附坐而坐 像这些 须菩提就看到了 了解世尊 就在展现了 这个 无上正等正觉 他展现了这种六度 所以他说 善哉善哉 这个诸佛互念诸菩萨 等等的这些 这部经的缘起 就是这样开始而来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证人空法 空的众生 众弟子 都会看到世尊 他有来去向 比如世尊从社会国来 世尊去 骑舍枯山 世尊去哪里 世尊去天界 道理天位谋说法 我们都会看到世尊 有来去行住坐卧 这些向 那我就想哦 你看世尊 今天不知道要去到 今天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都会 众生看到这个象征的时候 心中就会对于如来 如来 有这样的的揣测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世尊说 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卧 如果有人这样说 其实这个人不了解我在说什么 因为诸法空向 这所有一切里面 我们记得在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讲 我们所看到 世尊硬化在世间 呈现给我们看的 是叫做西达多太子 是这个舍王位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个苦行灵去修行 然后出家 是那个降魔 成道 那这些呢 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 它是要呈现 从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众生 他如何走完 他视线 他修行 视线 他修行到他完成 无上正等正觉 他是从人的角度来修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 佛 世尊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如来 是在讲 佛 世尊 他清净法身 他清净的法身里面 念头里面 根本都没有 我要来 我要去 我要坐 我要我 这是相应众生 所以在这里 视线 所以如来 就是说 诸佛 他们的清净法身 变一切处 他内心不会有这些想法的 他的语莫 动静 都是安住在清净真如里面 凡夫呢 我们是用生灭心 我们生灭心 看到这些像状的时候 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那说法 这个都是不能够 不能够空掉 这个我像 空掉 这个人我 跟法空 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有讲过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所以我们所见 世尊的这个硬化之身 并不是法身如来 他内心是没有这些讯息 诸佛菩萨 他不会有 欲演 欲测 欲估 或欲要行动的这些 但我们众生呢 会有 对不对 那所以诸佛菩萨 你当下清净 当下硬 你不用去担心 你不用去担心说 我的修行会不会哪天 成泡泡 我做这么多 你都没看到 佛祖 你这么发心 我供用这么多 你怎么都没胸型 你会说这样 他就没胸型 对不对 你既然会跟 跟诸佛菩萨顺帐 怎么可能硬 因为不受福的 供养 所有十方一切 我 这个供养心 清净心 他不是设定对象 他不是设定物质的 他不是设定我的劳力的 很多人的相应 都是在 没有言语之下 都在一种 没有言语 自然的运作 那种单纯的心 清净的心 而相应 所以这个地方 如来说 如果他有这样想 这个不了解我所说的意思 因为 法身上面 并没有这些 言语 言语道断的 何以故 怎么说呢 如来者 讲的就是 清净法身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故名如来 便一切处 没有来跟去的问题 我们世间人会有行程 我们世间人会有行程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下个礼拜二 这里又要上课 我们是不是有行程 所以我工作 可以做到礼拜一 然后礼拜二几点 或是说 下个礼拜 哪里有一场法会 是几点几分的 那叫做什么什么法会 是钥匙法会 梁皇法会 华言海会 什么 那我们众生就会计划 我要去参加 所以我怎么样 是这样 那过去佛陀的时候 不是这样 众生会说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要去请问佛 所以呢 像佛在社会国奇数级 孤独园 他说 现在佛在什么 什么金社 竹林金社 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众生 就大家 我要去请问佛陀话 这个是不是当机重 我有问题 我要请问 那这个问题 不是设计好的 是我真实问题 我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 那其他的人 他会说 每天佛都在那里安住 佛在那里 所以我要去亲近佛菩萨 那我要去那边 聆听法药 只要有任何的机缘 有人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的问题 所以是没有抱着设定的 是不是不设定 不设定 所以呢 去在世尊 看他在哪里 在这个金社的附近 大家就 时间到了 大家汇集在那里 那于是有人呢 就怎么样 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 就开始请问世尊 我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一起听 他根本就没有设定的 我们现在呢 是凡夫啊 我们是凡夫 众生不可能是说 哦 没问题 就来寺院做亲近亲近 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用 集会的方式 我们是用集会的方式 我们要讲什么经 行程怎么排 那以前的这些经典呢 佛陀讲一次两次就讲完了 我们不是 我们讲了三个月跟五个月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用 这样的一个模式 跟当时 跟当时是不一样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用学习的角度来学习 可是我们在学习的内容 内容里面不能执着 才能进入这个亲近的法义里面 那当时世尊当然 他没有所谓 我设定我要来跟要去 是因为大众需要 需要我们请这个三宝 我们请佛来为我们说法 所以当时他们就怎么样 为了让这些僧众 能够一起安住 所以呢 大家集合起来 我们谁来出钱 谁来出力 谁出石头 谁出树木 那我们再一起建设 那问佛陀你们有几个人 我们怎么样的设备 然后这个设立佛就去杠刚啊 监工监督 在过去他是顺这个因缘的 然后听说有一个成佛的 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所以呢 我听过他的法 所以我想请佛到我这个地方来说法 所以建了一个金色 然后请佛过来这个说法 是这样子的 真实的修行人 是在弘法立生 那至于你的走到哪里 说到哪里 或是什么时候成行的这个 这个法堂 这个寺院 那倒不在思考之内 所以他的精神层次 也就是法身 变一切处 他没有来以去的问题 众生都会想要永恒的存在 这个永恒存在的概念要破除 下一段就是要讲这个 我们会想要有一个永远的 永远的好 永远的存在 永远的模式 其实 所有一切都在讲的无常 所有一切都在讲 撑住坏空 伸住意义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在这上面 导师都没有这些讯息 那接下来 我们来念一段经文 从第三行的虚菩提 念到第四十三页的倒数 第四行 上面 贪着其事 一起来 虚菩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 遂为为尘 于亦云合 是为尘重 您为多佛 甚多世尊 何以故 若是为尘重 时有者 否则不说是为尘重 所以者何 佛说为尘重 则非为尘重 是名为尘重 世尊 如来所说 三千大千世界 则非世界 是名世界 何以故 若世界时有 则是一何像 如来说一何像 则非一何像 是名一何像 虚菩提 一何像者 则是不可说 但凡夫之人 贪着其事 好 这段经文 就是在讲 我们众生 所最放不下的 一种 环境问题 你所处的 安然的 这些 必须要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